癌症患者如果在9月1号之前接受治疗 而且使用不在癌症药物清单上的药物 将获得卫生部过度性支持 确保疗程不受影响 是的 新加坡人寿保险协会也宣布 即日起到2024年8月31号 私人综合健保计划的保费将维持不变 卫生部长王尹康在新加坡防癌协会的慈善晚宴上致辞时透露 目前获得卫生科学局批准的癌症药物中 已有超过9成列入癌症药物清单上 王尹康也说 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有更多药物会列入名单 新加坡人寿保险协会也宣布 七家保险业者承诺下来两年不调整保费 这有助为我国居民提供负担得起的癌症治疗 保险业者也会为保单在明年4月1号到9月30号之间续保 并在明年3月31号前接受治疗的癌症患者提供过度性支持 让他们有更多时间考虑其他治疗选项和适应新调整 明年4月1号起 保护也能通过购买附加险 选择是否要清单外的额外承保范围 明年4月1号起 保护也能通过购买